第五十六章求他 镇上有卖的吗 一个厨子问 没有大师傅说 府城呢 孙掌柜问 大师傅摇摇头 府城也没有 这种咸蛋都是给经理的达官贵人吃的 一般的小周郡没得卖 不对呀 孙掌柜纳闷到 这玩意儿指京城有卖的 那丫头难不成是从京城进的货 今日出汤晚 熟客们等急了 你是不是飘了 人家景记都卖了两锅了 沈川闷闷地说 苏小小问道 一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路过沈川说 哦 苏小小把五个蛋黄酥包好 递给面前的大娘 您的点心 一百文蛋黄酥成本高 比老婆饼与粒子高贵十文 给 清单沈川随手把揣了一路的单子递给他 苏小小惊讶 你专程来给我送清单的呀 其实不必 我们做完这里的生意 会自己去书院拿得沈川没好气地说道 说了我路过 顺手给你带来而已 苏小小问道 你今天火气有点而大 又和院长大人闹别扭了 沈川被说重心事 叛息道 他非得让我开春后上府城念书 我不想去 这属于沈家的家事 苏小小不变智慧 给你苏小小包了一份点心的全家福给他 送你的 不收钱 干嘛 沈川问 安慰你 苏小小认真的说 沈川 沈川倾咳一声 我一个大男人 需要你一个小丫头安慰 给 他抛给苏小小一粒小碎银 不必找了 爷今儿高兴 他要拜他老爹的财 狠狠拜 拜完财的沈大公子 大摇大摆地走了 苏小小小把银子交给苏二狗收好 看懂了吗 苏二狗正正摇头 没懂 没明白 为啥他姐不要钱 沈公子反而给了更多的钱 苏小小拍拍他肩膀 慢慢学街上的人流量 明显比前段日子少了许多 加上他们来得太晚 不少客人等了半晌 等不住 以为他们今日不出摊了 姐 今天卖得有点而慢 苏二狗说 没事 做生意 有起伏很正常 苏小小的心态很好 大概真是胖子心宽 半点而不住击 他手头的银子 不算做典型与卤菜生意挣的 卖配方挣了四十五两 向公子给的枕金三十两 短期内不必再担心饿肚子 不过 生意总是要慢慢做大的 如果他想扩大生产规模 就得投入更多的本钱 另外 家里的房子也旧了 这房子还是陈氏 与苏老爹成亲纳会而建的 十几年过去 墙也裂了 屋顶也毛了 漏风又漏雨 他打算开春后 将建房的事也提上日程 这么一算 正道的银子没五热 便又得花出去了 正思量住 孙掌柜被助手 悠哉悠哉的 打井机那边走了过来 哟 苏姑娘 又来摆摊呢 他来到二人面前 瞅了眼苏小小托盘里的点心 笑道 今儿生意不太好呀 苏二狗对这个强买他们配方的 孙掌柜没好脸色 你又来干嘛 我警告你 没有配方卖给你了 以后都不会卖了 我不是来买配方的 我是来找你们退钱的 退什么钱啊 房子你都拿走了 你不会是想饿我们吧 论人的套路 苏二狗可太懂了 孙掌柜自宽秀中 摸出一只配方 在苏小小面前胆了胆 说道 你们卖假配方给我 便是闹到衙门 也是你们不占领 苏小小道 我亲口说 你亲手写 除非是你自己写错了 否则配方 绝不会有问题 孙掌柜道 可我按照你方子上 做出来的点心 和你们卖的味道不一样 苏小小一脸疑惑 是吗 孙掌柜朝身后招了招手 一个伙计端住一盘蛋黄酥 小跑过来 你自己尝 孙掌柜说 苏小小掰开蛋黄酥 不用尝了 确实和我做出来的不一样 孙掌柜冷声道 你承认了 苏小小就道 可我也是严格按照配方做的 不是配方的问题 是你们的食材买错了 怪不得我 孙掌柜暗暗咬牙 这丫头真是不容易吓唬啊 寻常人被她那般质问 早慌得六神无主了 偏这丫头冷静得不像话 她真是个十几岁的小村姑吗 苏小小正色道 孙掌柜 大家打开门做生意 你若真虚心求教 我可以卖个人情告诉你 你若是想饿我炸我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我卖你配方不是怕了你 我在你紧记门口摆摊 确实也抢了你一点生意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不太过火 我只当是结个善缘 可你在欺负我们姐弟诗审 生意上的谈判 一是脸皮要厚 二是气场要足 有没有不重要 让人相信你有就够了 这是孙掌柜前了几十年才练就出来的经验 哪知竟被一个小丫头轻松拿捏 该说不说 孙掌柜这会儿倒真有点对苏小小刮目相看 当然 是带着一丝咬牙切齿的那种 孙掌柜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行 只要你肯说出你的食材是哪里买的 我就信你苏小小挑眉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苏二狗怎么听着像是我姐夫说的话 孙掌柜 孙掌柜夸张地笑道 请问苏姑娘 你们的咸蛋黄是哪买的 别告诉她是京城 这丫头若是有京城的货源 还担心她断掉本镇的面粉吗 苏小小风轻云淡道 哦 你说那个啊 我自己做的孙掌柜狠狠一正 字 字 自己做 的 苏小小摊手 对呀 你们不会做吗 也不是很难呀 孙掌柜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 什么叫也不是很难呀 镇上的厨子听了你这话 全都要跑来打死你好吗 苏小小一脸慷慨地说道 看在咱们合作过的份上 你若是想要咸蛋的配方 我可以便宜卖给你 他们景记是卖点心的 又不是卖食材的 谁特么要个咸蛋的配方了 照这么说 他们的面粉是不是也得自盖磨 香油也得自盖炸 八角自盖种 花椒自盖晒 回头白糖与观炎的方子 也一道买来 齐活了 得 那样离死也不远了 总之 景记是不会自己去制作食材的 孙掌柜不情不愿地说道 我不要配方 不过 你手头若是有多的咸蛋 可以卖给我苏小小叹气 哎 咸蛋的做法虽然不难 可是很麻烦的 我就做了那么些个 自己都不够用呢 哪有多的卖给你们 孙掌柜咬牙 价钱好商量 第57章抢救 约二 上钩了 孙掌柜真以为买走他的配方 就万事大吉了 那不过是另一桩生意的开始 要知道 小村姑的便宜 也不是那么好占的 孙掌柜看不看得穿 苏小小不在意 毕竟看穿了也拿他没辙 他需要蛋黄苏的食材 而全镇只有他做得出来 除非他放弃这道点心 否则就必须从他这里采买 他在这道配方上 已经花了十五两银子的成本 真放弃 他舍得吗 对东家那边又交代得过去吗 那句话怎么说来住 优秀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从孙掌柜盯上他配方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今日的局面 诚然 孙掌柜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去更远的地方进货 但如果他能 又何必找到他这里来 可见 去别处进货的成本 远远高于孙掌柜 能利用到食材上的预算 最终 苏小小答应 以八文一个咸蛋黄的价钱 供货给警记 这可比卖配方挣钱多了 第一批订单在开春后 孙掌柜提出先试吃 买意了才付款 苏小小明白 孙掌柜是想趁着过年 四处打听一下 看有没有别的供货渠道 点信是在五十卖完的 接下来的两天 街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了 铺子也关了大半 卖完最后一个饼 苏小小拍了拍手 收摊 今年的生意做完了 苏二狗意犹未尽 这么快呀 不快了 都下午了以往出摊 不到半个时辰能全部卖完 从没超过中午的 苏小小接着道 明天就是小年 你看街上都没人了 急事也快关了 咱们抓紧再去买点东西 姐 你想买啥 苏二狗问 我想买点花生 再看看年货还差点什么 苏小小说 苏二狗欢喜道 我喜欢吃花生 花生的确不错 可以炒花生米 可以做花生酥 还可以打花生酱 花生酱可是减肥的好营养 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优质脂肪 又能增强饱腹感 空口一勺下去 能腻得半天吃不下东西 然而不巧的是 当他们到集市时 卖花生的 卖花生的已经收摊了 今年都不会再出摊了 苏二狗望着空了大半的集市 姐 买不到花生了苏小小 惋惜叹气 忽然间 她脑海里灵光一闪 买不到 可以去那里买呀 苏二狗挠挠头 姐 你说的是哪儿啊 两刻钟后 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 来到了春柳巷 福家的大门紧闭 苏小小的手 揣在暖乎乎的袖子里 懒得拿出来 于是使唤弟弟 二狗 敲门 哦 苏二狗咚咚咚的拍响木门 有人在吗 福郎中 是我们 没有反应 不在家吗 出诊去了 苏二狗嘀咕 苏小小道 福大娘没出摊 福郎中不在 他应当在 继续敲 苏二狗继续敲门 福大娘 是我们 你在家吗 能不能听见呀 约莫使他们动静太大 吵到了隔壁的邻居 一个三十出头的妇人 拉开自家院门 走了出来 她望着姐弟二人皱眉道 别敲了 别敲了 福郎中出诊了 不在 苏小小客气地问道 我们找福大娘 请问她在吗 妇人不嫌不淡地说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那个老太婆 从不与人来往 谁知道她行踪 她说完就进屋了 不对劲 苏小小蹴眉 她早上去找罗大壮结账时 就没看见福大娘 下午过去她也不在 她一整日没出摊 不在家里 或是去了哪里 二狗 翻进去 苏二头错愕 啊 姐 这 这不太好吧 咱们不是不讹钱了吗 苏小小古怪地问道 和讹钱什么关系 苏二狗的表情 更一言难尽了 难道你想偷钱 苏小小无语服讹 我是要你进去 看看福大娘在不在 哦 苏二狗 信信地抓了抓脑袋 姐弟俩同款动作 只不过苏小小 一般只有暴躁的时候 才抓头 苏二狗道 那我进去了 苏小小叮嘱 当心点 好嘞 苏二狗两脚一蹬 双手攀住墙头 轻松翻进院子 没一会儿 苏二狗将破旧的大门 哗啦一下拉开 姐 福大娘出事了 苏二狗是在后院的空地上 发现福大娘的 她躺在雪地里 身下有挣扎过的痕迹 一旁有散落的破脊 与梅干菜 什么味道啊 苏二狗吸了吸鼻子 造屋 苏小小说 苏二狗忙去造屋一瞧 天了 锅都烧穿了 苏小小蹲下身来 奈何冰天雪地的 她脚底打滑摔了一跤 她试着自己爬起来 许是年纪大了 又许是摔得太重 她没能成功 福郎中不在 她与街坊的关系又不太和睦 最终 她就这样晕倒在了雪地里 姐 福大娘还有气吧 你让一下 我把她搬进屋 先别动她 我检查一下 要排出身体是否存在外伤或骨折 苏小小开始为她诊查 额头与双手掌心轻微擦伤 无明显出血痕迹 但她的左腿骨折了 伤得不轻啊 苏小小叹气 二狗去造屋找几块钱柴 要又扁又长的那种 没有你就批几块 好 苏二狗应下 苏老爹是练家子 受伤是常事 一些小伤自己就处理了 她常年跟住她爹 多少也见识了一点 明白她解药的是哪种板子 她不多时便批了好几块过来 姐 你看够不够 苏小小瞅了眼 道 够了 你去那间库房 我记得左手边的架子上挂住前进的布条 苏二狗道 姐 你连这都记得 苏小小正色道 快点 她冻坏了 再不进屋就危险了 诶 苏二狗去取了布条来 苏小小给福大娘的腿做了简易制动处理 一会儿抬的时候 当心点冻僵的人容易发生二次骨折 苏二狗一到搬了一块就门板过来 姐第二人小心翼翼地用门板把人抬回了福大娘的床上 福大娘的情况很糟糕 骨折虽不至于要她的命 然而她失温严重 若不能及时恢复体温 她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 第58章拿药 抢救失温患者的第一步是脱离低温环境与冰冻物体 苏小小迅速为她拖去冰冷的衣物 二狗 去造屋生个火盆来 要快 再烧几桶热水来 苏二狗 锅 苏小小 去找街坊界 客气点儿了 乘苏二狗转身走了出去 凌猎的风雪 彭扶顷客间压了下来 毫不留情地 扑了苏二狗满脸 苏二狗嘴眉合上 猛吸了一口血 呛得不行 嗨嗨嗨 吐吐吐吐 她嫌弃地吐掉嘴里的血 扣响了隔壁的大门 开门的是方才与他们说过话的妇人 妇人刚刚在洒扫 手里还拿着一个挂住雪的扫帚 又怎么了 妇人问 大概是不喜欢扶大娘 得知姐弟二人是来找扶大娘之后 对他俩也没啥好脸色了 苏二狗紧急他姐的叮嘱 很是客气地说 夫人 请问您家里有多的锅吗 我想向您借口锅 苏二狗做恶霸时胸头汗脑的 乖起来其实是个挺顺眼的小伙子 加上语气又温顺 就 挺招人喜欢 妇人倾咳一声 不冷不热地说 借锅干嘛 苏二狗如实道 隔壁扶大娘晕倒了 家里的锅烧穿了 我想借口锅给他烧点热水 晕倒了 妇人惊恶不已 他身子骨不是挺硬朗的吗 苏二狗挠挠头 可能是下雪太滑了 不小心摔倒的 然后又冻晕了 妇人皱了皱眉 转身进屋 拿了一口大锅给苏二狗 随后深深地看了苏二狗一眼 庞扶是在疑惑 那个脾气贼臭的老太婆 居然也会有人帮他 没被他骂够吗 老实说 若不是看在扶郎中的份上 谁会乐意搭理那个老太婆 你们是他什么人 妇人问 我们是来找他买花生的苏二狗说 妇人没再多言 苏二狗把锅拿去造屋 迅速烧上热水 而屋内 苏小小将老婆婆身上 被鸡血打湿的衣裳脱了 腿上的夹板也重新上了一遍 整个过程 苏小小已经很小心了 可他仍能感觉到福大娘的呼吸 越来越不对劲 他给福大娘把了脉 掀开眼皮子看了眼底 该不会是 苏小小心底有了一个猜测 他取出小杯楼里的急救包 今天原是要去给向公子复诊的 所以出门前 他带上了急救包 急救包里有听诊器与血压剂 福大娘的左臂有轻微擦伤 他将血压剂的气袖 绑在福大娘的右臂上 将听诊器的听筒塞进去 一边打齐加压 一边观察血压剂的数据 不出意料 福大娘的血压很高 苏小小不了解福大娘的病史 暂时不确定这是由于 冻伤引起的一次性血压升高 还是他的血压原本就高 不论哪一种 都必须立刻给患者降压 正好借此机会 试试药房能不能进去 苏小小闭上眼 睁开眸子时发现自己仍在原地 不是吧 都要出人命了 能不能行了 高血压加冻伤休克是很危险的 比向公子那回危险多了 苏小小尝试多次无果 就在他打算放弃时 眼前一晃 他进药房了 就站在心内科区的药柜前 苏小小都迷了 你是二只王吗 反应这么迟钝 吐槽归吐槽 苏小小没忘记拿药 降压药 利尿剂 氯化钾 还有苏老爹的药 难得进来一趟 怎么也得 面头刚闪过 眼前一晃 他出来了 苏小小的脸黑透了 上回好歹耗了一瓶撞骨颗粒 这回直接连撞骨颗粒都没了 房的真景苏小小撇嘴儿 他其实也没彻底弄明白 究竟怎么一回事 毕竟才进去三次而已 小摸清其中规律 恐怕还得再多试几次 先给福大娘治病吧 造屋 二狗子把火盆升起来了 热水也烧好了 苏小小用水囊装了几个热水袋 给福大娘暖身子 福大娘终于恢复了一丝知觉 他僵硬而吃力地睁开眼 看见了在屋里忙前忙后的苏小小 是 你 动坏了 嘴皮子都不利索了 苏小小打了招呼 是我呀 福大娘 福大娘无法动弹 可苏小小从他转动的眼珠里 不难推断他是朝自己翻了的白眼 还能翻白眼 看来死不了 苏小小把他微微扶起来 拿了个枕头垫在他背后 又端过一杯水与一杯盖药片 既然醒了 就把药吃了 福大娘继续顽强不屈的 动作迟钝地翻白眼 苏小小直接把药塞进了他嘴里 又咬了几勺温水喂给他 他的情况单吃酱压药不够 利尿剂 绿化钾都得跟上 福大娘被灌了一肚子奇奇怪怪的药 白眼翻得嗖嗖的 苏小小道 现在能说话了吧 不能说的话 点头眨眼也行 我需要了解你的病史 以便后续能对你进行更准确的治疗 福大娘 我自己儿子就是郎中 用得了你治 再说了 一个小丫头骗子 能懂什么医术 得了吧 苏小小道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经常眩晕头晕 有时候还会胸闷气短 四肢发麻 福大娘一症 不屑一顾的表情僵住 看来是了苏小小点头 继续道 以上症状是不是多在上午与傍晚发作 福大娘的表情更惊讶了 看来又是苏小小明白自己再次猜对 福大娘的情况若不加以控制 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如心脚痛等 严重的甚至可能造成脑梗与心梗 他这次摔倒可能也是血压升高的眩晕所致 幸亏他和二狗来买花生 否则天寒地冻的 不病死也冻死了 你说你 隔壁又不是没住人 摔倒了不会叫两声吗 宁可动晕也不喊救命 什么绝脾气 苏小小是很惜命的 尤其死过一次后 越发能体会生命的可贵 世上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呢 你想过福郎中的感受没有 他出了一趟诊回来 发现自己亲娘没了 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你让他怎么面对今后的人生 只要一想到是自己出诊 间接导致了你出事 他能原谅自己吗 他还能继续救死扶伤吗 还能拿完手中的银针吗 第59章善举 不知是被苏小小的话戳到了 还是被苏小小身上 所迸发出来的气场震住了 福大娘难得没回对苏小小几句 当苏小小把两片白色药丸 并一勺温水递到他嘴边时 他配合地扶下了 这才像话嘛 苏小小满意地放下杯子 刚刚他言语激动了些 不仅仅是出于 对患者不惜命的怒气不争 也是想到了走一趟飙回来 就与尘是天人两格的苏老爹 他至今没走出当年的阴影 还有就是自己 他再也无法活着回到21世纪了 在那个世界 他是一个死人了 苏小小不是会一直沉沉 于负面情绪的人 他调节能力很强 他迅速言归正传 你不问问我给你吃了什么 福大娘的身子回暖 话也利索了 就是态度依旧不冷不热的 福大娘冷声道 能是什么 真以为自己的土方子能依人 乡下土方子他见多了 吃死人的不在少数 苏小小没与他争执 事实胜于雄辩 血压高 人的身体必定不好受 一会儿要想发挥 他舒坦了 就明白他的土方子 有多对症与神奇了 苏小小又道 你没和福郎中提过自己的病情吧 是不是觉得头痛 眩晕是小事 四肢发麻是自己做太久了 还是你自己会及及医啊 福大娘不耐道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苏小小道 我关心你才会话多 福大娘没好气地说道 谁要你关心了 你的关心很值钱嘛 瞧瞧这古怪脾气 魏婷 锦衣和你一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他俩是性格冰冷 福大娘是真的肝火超旺 外加特别毒蛇 难怪左邻右舍都让他骂怕了 可要说他是个恶人 苏小小又并不赞同 与福家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 原以为福郎中的药材质两家 不掺甲是福郎中自己医德高深 可若是仔细留意一下 就会发现福大娘卖东西 也是一等一的实在 他的干货是集市上最好的 称也是最足的 缺金少两不存在 反而一般都会搭上一辆 福郎中给人看诊不守 挣下的银子不多 其中不乏贫苦百姓 给不起诊经的缘故 而脾气又臭又硬 骂遍左邻右舍的福大娘 对此却从未多说什么 苏小小哼道 不和你吵了 我去做饭福大娘呵斥道 你还想在我家做饭 苏小小插腰 我忙了那么久 又冷又饿的 吃顿饭怎么了 有本事你打我呀 福大娘看住自己上了家版的腿 气得皱纹多旁扶在发抖 苏小小露出胜利微笑 拍了拍手 说道 好了 别生气了 躺着睡会儿 能让药笑发挥得更快药笑 喝 一个卖卤菜与点心的小丫头 真以为随便弄得土方子 就能治疗她多年的眩晕症了 她至多相信这丫头不是存心下毒害自己 可要说有疗效 她是打死也不幸的 苏小小去造屋熬了一锅紫菜淡花金米粥 紫菜补甲利尿 能辅助降压 金米滋阴补肾 明目活血 也有利于缓解福大娘如今的症状 另外 她摊了几个梅干菜饼子 她或苏二狗吃 人是铁 饭是钢 她不会和福大娘客气的 她把锅洗钱进了给隔壁还过去的时候 烧上了一篮子钱货 这些是福大娘的心意 还请您收下苏小小微笑助说 妇人看住满满一篮子又大又漂亮的干姑 想到晚上能给丈夫和儿子做一锅小鸡炖蘑菇 到底是没舍得拒绝 有什么事叫一声 福郎中出诊 一去三五日不回 也是有的 那些偏远的村子又没钱挣 路又难走 没人愿意去 也就福郎中不嫌山高路远 乐意当这个冤大头 苏小小叹气 哎 还不是福大娘让去的 福大娘说 宁可自己苦点儿 也不能让穷苦百姓 看不起病富人想起嘴毒的老太婆 确实没刁难过穷病人 哪怕一条街的人 都让他骂过 可对付不起要钱的患者 他既没拒诊 也没把人扫地出门 司机此处 富人不吭声了 苏小小含笑道 总之 我先替福大娘 谢谢您了这之后 苏小小回到福家 又装了一篮子前货 给另一户街坊送了过去 福大娘说 左右是晒多了 天气这么潮 不吃该坏掉了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拿去炖汤 很滋补的 傍晚时分 苏小小扛着一麻袋花生 吭哧吭哧地走了 福大娘坐在床上 怒瞪大喝 臭丫头 你又拿了什么东西 苏小小理智气壮 要钱和诊金 福大娘 被骗了 一个乡下土方子 换了他老大一袋花生 亏死了 亏惨了 夜里 福家发生了两件 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件事 福大娘的症状 减轻了他心慌气短的症状 没了 头也不痛了 眩晕症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 四肢也没再发麻 第二件事 从不与他来往的街坊邻居 突然上门了 一个给他端了一碗 热乎乎的小鸡炖蘑菇过来 扶他去了一趟茅厕 另一个帮他把火盆添上了 留了一盅银耳汤 与几个梅菜窝窝头 还都说明早再来看他 福大娘简直感觉见了鬼 苏二狗心眼不多 只当他姐给福大娘上了两块板子 这个恋家子多少都会点 不稀奇 至于说未要之类的 他没瞧见 二人回村时 天已经彻底黑了 苏老爹有点儿助击 虽说张刀不在镇上了 也没旁人对付得了解弟俩 可孩子不回来 他这心里总归是忐忑的 他第17次去村口张望时 总算是见到了大胖闺女的影子 大鸭 他长松一口气 心情豁然开朗 怎么回来这么晚 苏二狗将在福大娘家发生的事说了 姐找他讹了一麻袋花生 苏承冲大胖闺女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我闺女 苏小小 三小只一整日没见到娘 集体捏哒哒的 好不容易等回苏小小 三人没立刻扑过去 而是钻进了苏二狗的屋 三人面对墙壁 甩了苏小小三个委屈巴巴的小背影 第六十章进展 这时 苏小小站在门口瞅瞅三小只 又看向苏承 苏承叹道 等你一天了 晚饭也不肯吃 那是因为你做得太难吃了吧 苏小小没料到会回来这么晚 只在造物留了中饭 晚上这顿就得苏承贡献黑暗料理 苏小小想到自己小时候 每次也是这样眼巴巴的在楼下等李女士 李女士 她前世的妈妈 可她总是等不到 即使等到了 李女士也在家里待不上十分钟 就又匆匆忙忙的走了 她抬起小脑袋 看住李女士 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 她也曾赌气地将自己关在房里 等着李女士来哄自己 然而当她打开门再出去时 李女士早已出了门 家里只剩她和照顾她的保姆阿姨 苏小小来到三小只身后 用胖乎乎的食指挨个戳了戳三人的小肩膀 大虎 二虎 小虎 我回来了 三人没动 苏小小笑笑了笑 怎么了 是不是我回来太晚了 三人不吭声 苏小小把三人挨个搬过来 小身子是转过来了 小脑袋却齐齐倔强地往一旁扭着 小表情别提有多委屈 当年的李女士如果也推开那扇 她根本就没上锁的房门 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自己吧 是不是生娘的气了 和娘说说 好不好 尽管默认了他们叫娘 可是自称娘 仍是有些不习惯啊 大虎闷闷地说 好难过 二虎也难过 二虎委屈地说 小虎捂住心口 特别痛心地说 小虎 最难过 啊 你们居然会说难过了 这么小的孩子 打哪学的词 小孩子说大人话 猛死了 苏小小道 今天是我不对 我应该早点回来的 她越说 三人越委屈 眼眶都红红的了 还是不一样的呢 她前世不会哭 再难过也没有眼泪 苏小小弯下身 在三人的小脸颊上 挨个亲了一口 不生气了好不好 明天带你们去镇上玩 再得到轻轻的一煞 三人的小脸 就刷得一下红了 就算再努力去维持 高冷委屈 也绷不住了 三人害羞地一阵乱撞 东倒西歪摔了一地 又捂住害羞的小脸 爬起来 要去找牛蛋炫耀 望着三人 哒哒哒跑出去的小背影 苏小小笑出了声 而另一边的屋里 魏婷看住画风 越来越歪的三个小崽子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晚饭大家都没吃饱 主要是苏承的手艺太难吃 苏小小用腊肉煮了一锅面疙瘩 切了些青菜碎 一家人吃得停不下来 三小只连盘子都舔前进了 苏二狗去洗碗 苏小小开始做花生酱 家里没模子 老里头加油 苏小小打算自己去见 苏承心疼闺女 不舍得她大晚上去搬模子 只得硬住头皮亲自上门 最近一段日子 苏承总是去镇上堵张刀 就没怎么来学种地了 前世清闲了一阵 郑乐呵呢 一开门又看见苏恶霸了 没地中了 她刷得摔上门 碰了一鼻子灰的苏承 苏承任命的敲敲门 我来借模子 用完了就给你还过来 门后 没反应 这是不肯借 苏承信信地摸了摸鼻梁 早知道她好好种地了 忽然 门开了 一个模子被扔了出来 砰 门又关上了 苏承 牢里头家有大小两种模子 大模子让别人先一步借走了 给苏承的是小模子 不算太重 苏承用左手也能搬动 可苏承就是欠抽的 用了用右手 咦 右手 不疼了 上回与张刀打了一架 她的手伤便再度复发 稍稍用力就手抖 夜里会钻心地疼痛 她不在意 祖不过对她而言 疼着疼着也就习惯了 可是 是从哪天起 她不疼了呢 难道是门女给她吃的那瓶药 苏承带着满腹疑惑 与从牢里头家借来的小模子 回了家 苏小小正与苏二狗 魏婷坐在后院包花生 魏婷是被她奴役来的 门女 你过来 苏承放下模子 对苏小小说 哦 来了苏小小起身 瞪了魏婷一眼 好好包 不许偷懒 魏婷 喝一双上阵杀敌的手 结果就用来包花生 爹 怎么了 苏小小来到苏承屋 苏承晃了晃自己的右手 欣喜地说 你瞧 瞧 什么 苏小小一脸茫然 苏承惊喜到 爹的手腕 不疼了 嗯 苏小小一惊 赶忙捧起苏承的右手腕 在各处轻轻按了按 真不疼了 这里呢 不疼 这儿 也不疼 苏小小挨个按了一遍 除了猎蛆与太渊两处穴道 按起来有一丝麻麻与刺痛的感觉 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她还会正式给苏老爹治疗 只是吃了一瓶撞骨颗粒而已 难道说 基地研发的撞骨颗粒 并不仅仅有补钙撞骨的功效 还能修复神经损伤 这绝对是一个大惊喜 大发现 苏小小正色道 爹 我试试你手腕的力道 你别硬撑着 疼了或者不舒服了 就喊我停下 苏承应道 好 苏小小轻轻愣住苏老爹的手腕 一点点加大力道 疼了一定要说啊 我会的闺女懂心疼人了 老心甚畏啊 苏小小第四次加大力道时 苏老爹的眉头微微皱了下 疼了吗 苏小小忙停下动作 有点儿麻 苏老爹说 那就先到这儿 苏小小收回了手 这个测试的结果 比想象中的强了太多 本以为苏老爹的手伤 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治疗 才能看见一点改善 可一瓶撞骨颗粒 就让她看见了希望 她受损的神经组织 在慢慢恢复 若说从前 她有五分把握让她康复 如今则是有了八分 药方这么小气 是有道理的呀 恐怕她拿的那些常规处方药 加起来也比不上一瓶 黑科技撞骨颗粒珍贵 薅羊毛了 妥妥的薅羊毛 嘿嘿苏小小感觉自己 捡了大便宜 苏承看住傻笑的胖闺女 没忍住身子一抖 打呀 你别吓爹啊 别她的手好转了 大胖闺女给乐成傻子了 苏小小看住苏老爹 充满稀计的说 爹 你的手真的一定一定会痊愈的 八分把握 剩下的两分 她用尽全力去拨 我用尽全力去拨战 我用尽全力去拨战